明清时期 北京西遍门角楼下 曾经有一个湖泊 名叫太平湖 湖畔风景如画 太平湖的东侧 坐落着一座王府 这就是清朝宫序皇帝的出生地 纯亲王南府 凶化街往西走到头是豹家街 豹家街 明代称包头胡同 清代谐音改为包家街 清末又称作豹家街 街的西部就是纯亲王南府 北侧的金融街少年宫 是原来的王府的花园 当年花园引太平湖水入园 建有亭 谢 船雾 据说少年宫北墙外侧嵌入的石桩 就是当年花园里栓船的桩子 王府的墙又高又厚 大概有五米高 全是大青砖 应该是当年修建的 豹家街半面都是这道围墙 这里在清初顺治年间 曾是努尔哈赤次子 李亲王戴善之孙 卡尔楚魂贝勒的府邸 清乾隆年间 改为乾隆帝五子 戎亲王永齐府邸 咸丰九年 咸丰皇帝将戎亲王府 赐给弟弟义宣 义宣当时为多罗纯郡王 同治十一年 义宣尽为纯亲王 此府称纯亲王府 义宣是道光帝第七子 又俗称为七爷府 义宣被戏称为六位帝皇丸 他的爷爷 父亲 哥哥 侄子 儿子 孙子 都当过皇上 自己却无缘皇帝宝座 只有死后 享用了天子以礼祭祀 因1861年 参与慈禧 一心发动的七强政变 协助慈禧太后 取得最高统治权力 又因为他的大附近是慈禧的包妹 深得慈禧信任 成为清代十二大铁帽子王之一 世袭网替 1875年 同治皇帝并故 吴四 义宣的次子载田入籍为帝 即光绪皇帝 光绪帝驾崩后 义宣的孙子溥仪 成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 义宣的学识和才智 均不及一心 但他身安明哲保身之道 谦虚退让 左右逢源 不因身份显贵 而锋芒毕露 义宣还自传至家格言 告诫子孙 勿因贪财而招灾惹祸 财也大 产也大 后来而孙祸也大 借问此理事若何 子孙钱多胆也大 天样大事都不怕 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少 产也少 后来子孙祸也少 若问此理事若何 子孙钱少胆也小 些微产业自知宝 减食减用也过了 他还让人仿制了一件 周代漆器 陈放在自己书房的条案上 漆器是一种计时器 非常特别 将水注入一半 便能保持平衡 而不会轻易 但想把水注满 则会倾倒过来 使水全部流掉 漆器上面还镌刻着 他亲笔书写的名文 月银泽泽满朝笋 千寿意 时刻提醒自己和子孙 历史上的纯金王府南府 东起金豹家街 及太平湖东里 西至原太平湖西岸 及西城墙 南起金太平湖东里 北至宗茂胡同头条 王府坐北朝南 建筑分中东西三路和西部花园 东西两路各有六近院落 同志十年 即1871年8月14日 光绪皇帝就出生在慈府淮阴寨内 光绪并非同志的直系后代 在其出生的时候 没人会料到 他后来会成为皇帝 由于淳王府成了一代皇帝的发祥帝 所以 他原先的住所被称为乾隆帝 意思是这里住过一条潜藏着的龙 按照清朝成立 在皇帝入宫以后 这住宅必须升格为特殊的宫殿或者闲置 而不能再由家人居住 所以 在光绪继承大同以后 慈禧便把十岔海北岸的一座贝勒府 赏给光绪的父亲老纯亲王 并拨出十六万两银子予以休戚 人们习惯称 城南太平湖的老纯王府为南府 十岔海的新淳王府为北府 南府的乾隆帝腾出后 曾作为淳王祠 民国时期 王府宅院办过中华大学 后来还做过中国大学附中 老淳王府的建筑群 现在属中央音乐学院所有 前部的建筑是办公用房及礼堂 中部的殿堂是职工宿舍 淳亲王南府文物保护牌 在中央音乐学院东门 其门牌号是报家街43号 王丰的乐队报家街43号即由此得名 学校里的音乐厅正在王府原银安殿位置 穿过中央音乐学院校园 到西门正对着西二环 一百多年来 这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太平湖彻底消失 王府西侧的花园带置以一大片高楼大厦 残存的名北京城城墙西边门段就在附近 这是北京古城西部最后的城墙 西边门是名 青石七都城的外城七门之一 始建于明正统四年 1949年后 城楼被拆除 1966年修建地铁时 将附近城墙也拆除 由于地铁环线在转角处的线路需要一定弧度 那层西南角的城墙得以幸存 全长约二百米 1988年 西城区政府将残存的城墙进行了整修 并修建了敌楼 同时保留了七处断面遗迹 对这次修复 很多专家提出了批评 甚至称之为假文物 原北京市政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孔庆普 在其所著 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 一书中的有关回忆里写道 为什么说它是假城墙 第一 名称就是错误的 西边门是外城北面西段城墙的城门 西边门两边的城墙是东西巷 此段假城墙的原墙是南北巷 属于内城西城墙的南段 第二 修建的新城墙 其平面 立面 断面 均不符合原有城墙的构造和形式 厚度和高度均小于旧城墙 第三 城墙上新建的夺口墙 不符合旧夺口墙的规格和做法 第四 城墙上面新建的敌楼 其结构形式 规模和位置完全不对 原有敌楼的位置 在西边门东城墙 与内城西城墙的相接触北边 我们从一些旧照片中 确实可以看出 内外城墙有高度差 内城墙高约11.5米 外城墙高约6.5米 西边门内外城城墙连接处 建有敌楼一座 二层硬山顶 西面开八个建窗 俗称八瞪眼 敌楼建于外城城墙之上 并非住于内城敌台之上 所以附建的所谓敌楼 是不合规制的 我看你来看 我看你来看 我看你来看